Hello,我是昂宇,我们今天来讲讲宇宙文明 前苏联有一位科学家叫做卡尔达孝夫 他呢,非常相信有外星文明 于是呢,他就把宇宙文明分为三个等级 主要都是以能源的控制技术来区分的 我们人类文明啊,是0.7级 连一级文明都不到啊 所以外星人看我们就好像我们看原始人一样 据他估算啊,人类文明大概再过个一两百年 就会到达一级文明 那一级文明是怎样的呢? 在这里先给大家科普一下有关天文学的基本概念 我们晚上可以看到的星星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行星 我们的地球啊,火星啊,土星啊 这些都是行星 那么第二种就是恒星,比如说太阳 它是太阳系中唯一的一个恒星 这些恒星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能够吸引住其他的行星 所以太阳吸引住了地球、水星、木星这些行星 因此才产生了太阳系 那在太阳系由于行星的数量比较多 而且行星质量的总和加起来也比较大 所以呢,太阳系又被归类为行星系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行星系加起来的话 就会变成一个恒星系 银河系就是其中一个恒星系 那如果把所有的恒星系加起来的话 就是一个总星系 也就是人类目前可观测到的宇宙 简单来说 恒星与行星组成星星系 很多个行星系再组成恒星系 恒星系与恒星系再组成总星系 当我们到了一级文明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利用地球上的所有资源 比如说水资源啊 地底下的资源啊 天上的资源啊 反正就是地球上的一切资源 而且啊 当我们到一级文明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 控制地球上的所有东西 比如说控制天气啊 地壳啊 火山啊 所以到时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天灾了 在医疗方面 人类已经可以战胜一切的疾病 比如说癌症啊 肺炎啊 这些就再也不是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二级文明哦 据推算 人类将在两百万年内到达二级文明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太阳系中恒星的所有能源 也就是太阳的所有能源 比如说太阳的光能啊 太阳的热能啊 太阳能啊 那如果要完全地利用太阳所有的资源的话 我们就需要一个可以完全包裹住太阳的装置 这个装置呢 就叫做戴森球 戴森球是由美国一名物理学家叫做弗里曼戴森所提出的概念 他认为啊 假如一个文明要稳定发展的话 那么前提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能源供应 而且他的量要非常的大 而太阳正好就符合了以上的这些条件 再加上他又是太阳系中唯一的恒星 所以呢 他就可以稳定的为这些文明提供圆圆不绝的能源 不过呢 如果要完整地收集太阳的能源的话 那么太阳能板是绝对不够的 我们必须要建造一个球形的装置 这个装置是可以把太阳完全包裹住的 这个装置就叫做戴森球 透过这个装置 我们可以把太阳上的所有能源直接传回地球 把太阳能的效益最大化 当然目前这个概念还是停留在一个理论的阶段 毕竟以目前的科技 还是无法建造一个这么庞大 而且这么高科技的戴森球哦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说说三级文明了 当人类到了三级文明的时候 基本上人类在银河系中就是无敌的了 到了那个时候 人类可以在银河系中穿梭自如 而且还可以使用银河系中所有的能源 而且啊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也已经实现了虫洞这个概念 意思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虫洞来实现瞬间移动的这个技术 在医疗上 我们已经突破了人的寿命极限 并且实现了意识转移 记忆存储这些技术 所以基本上 这时候的我们已经是永生的了 也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啊 不过呢 当我们到了三级文明的时候 我们的能源需求就会变得非常的大 这时候的恒星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了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藉由另外一种方式 也就是超新星爆炸 才能够获取足够的能源 在宇宙中 有许许多多的恒星 有的很大 有的很小 这些恒星都有寿命 越大的恒星 它们的寿命就会越短 当这些恒星到了它们的寿命极限的时候 它们就会急速的膨胀 当它们膨胀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就会爆炸 这个爆炸就叫做超新星爆炸 它的亮度足以照亮整个星系 等它爆炸完之后 它就会不断的挤压 不断的挤压 到最后 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小的恒星 而我们称这个压缩过的恒星 叫做中子星 不过如果一个恒星非常巨大的话 那么它爆炸之后 就有可能变成黑洞 关于黑洞 我们以后会专门做一期影片给大家解释的 简单来说 恒星老了之后就会爆炸 爆炸之后 就会变成中子星或者是黑洞 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呢 这些文明的等级 其实都是人类依照目前对宇宙的了解所推算出来的 所以究竟是不是这样 其实没有人能够知道 或许只有海奥华星球的人能够知道了吧 毕竟外星人的想法是我们参不透的 就像有钱人的想法 我们也是参不透的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